同桌一百 同桌一百 祝你考试一百 满意一百 同学们 你们好 我是今天的主讲老师谢老师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 上课 起立 老师 您好 同学们好 请坐 孩子们 你们见过化石吗 你们见过松柏树枝的化石吗 松柏树枝的化石啊 它还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 叫 琥珀 对 孩子们 这就是琥珀 那我们今天呢 一起走进课文 琥珀 去感知 琥珀的奇异吧 好 奇读课题 第五颗 琥珀 读得非常好 那我们对琥珀有一个初步的小小的了解 琥珀 它是松柏核植物的树枝滴落 掩埋在地下千万年 在压力和热力的作用下石化形成 故又被称为树枝化石或者是松枝化石 琥珀的形状多种多样 表面常保留着当初树枝流动时产生的纹路 内部经常可见气泡及古老昆虫或者是植物的碎屑 让我们打开课本来读一读课文 我们这篇课文当中的琥珀是什么样子的 是作者观察到推测的 还是从它开始的形成到这个形成琥珀以后 整个过程发现的呢 让我们快速的来读一读课文吧 好了 现在我们分段读书 瑞一开始 这个故事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 约莫算来 总有几千万年了 一个夏日 太阳暖暖的照着 还在很远的地方翻腾路后 绿叶的树上洒洒的响 一只小苍蝇展开柔嫩的绿翅膀 在阳光下快乐地飞舞 它嗡嗡地穿过草地 飞进树林 那里长着许多高大的松树 太阳照着火热 可以闻到一股松枝的香味 那只小苍蝇停在一棵大松树上 它伸起腿来胆胆翅膀 浮世那长着一对虎眼睛的圆脑袋 它飞了大半天 身上已经沾满灰尘 忽然有个蜘蛛慢慢爬过来 想把那只苍蝇当作一个美餐 它小心地活动长长的腿 沿着树干向下爬 比小苍蝇越来越近了 上午的太阳热烂烂地照射着整个树林 许多老松树渗出厚厚的松枝 松枝在太阳光里闪闪地发出金黄的光 蜘蛛刚扑过去 突然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 一大滴松枝从树上滴下来 刚好落在树干上 把苍蝇和蜘蛛一起包在里头 小苍蝇不能胆翅膀了 蜘蛛也不能再想什么美餐了 两个小虫都沿抹在到松树黄色的泪珠里 它们前伏后仰地挣扎了一番 终于不动了 松枝继续滴下来 盖出了原来的 最后积成一个松枝球 把两只小虫重重包裹在里面 几万年 几十万年 几百万年 时间一着眼就过去了 成千少万只绿植榜的苍蝇 和八只小的蜘蛛来了又去了 谁也不会想到很旧很久以前 有两只小虫被埋在了一个松枝球里 那些松枝球淹没在泥沙下面 又是几百万年过去了 那些松枝球成了化石 海风猛烈地吹 澎湃的波涛把海里的泥沙捡到岸边 有个渔民带着儿子走过海滩 那孩子吃着脚 他踩着 他踩着了沙里 一块硬东西 就把它挖了出来 爸爸 你看 他快活地叫起来 这是什么 他爸爸接过来 仔细看了看 这是琥珀 孩子 他高兴地说 有两个小东西 关在里面呢 一只苍蝇 一个蜘蛛 这是很少见的 在那块透明的琥珀里 两个小东西仍旧好好的躺着 我们可以看见 它们身上的每一根蚝毛 还可以想象 它们当时在粘稠的松脂里 怎样挣扎 因为它们的腿的四周 显出好几圈黑色的云环 从那块琥珀 我们可以推算 发生在几千万年前的故事的详细情形 并且可以知道 在远古时代 世界上就已经有苍蝇和蜘蛛了 里面有一个词语 哪一个词读错了 推测 对 推测 是应该这样的 你知道吧 这篇课文呢 就是看到琥珀以后的推测的故事 那好 孩子们 现在呢 让我们来读一读文章当中的一些词语 一定要把它读准确 好 先带着拼音读一遍 琥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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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脂 松脂 琥珀 拂饰 伏式 伸出 伸出 前腐后腰 前腐后腰 挣扎 挣扎 一番一番 埋在埋在 澎湃 澎湃 去掉拼音你还能读准确吗 瑞宜第一行 琥珀 琥珀 嗡嗡 嗡嗡 松枝 松枝 不是 不是 顺出 顺出 瑞宜第二行 前腐后腰 前腐后腰 挣扎 挣扎 一番 一番 埋在 埋在 澎湃 澎湃 除了这些词语啊 文章当中还有很多词语 小鱼 约莫 约莫 萨萨 萨萨 美餐 美餐 腐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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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地 陆地 不错 粘稠 粘稠 推侧 推侧 详细 详细 波涛 波涛 涛涛 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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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上来 慢上来 赤这条 赤这条 好 怒吼翻桃 怒吼翻桃 胆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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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大家读的都非常正确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课文当中出现的多音字 我们先来读第一个句子 读 有两只小虫被埋在一个松枝球里 被挂在一棵老松树上 对 在这里读埋 看第二句 我们来读一读 永远不要埋怨已经发生的事情 对 在这里他读 埋 埋怨 埋 埋在什么什么里 好 我们记住了这个多音字 还有一个多音字 在本文当中读滑 他还有一个读音是画 读滑的时候他可以组词 滑动 滑船 滑算 他读画的时候可以组词 计划 画温 好的 我们大家把这些多音字 牢牢地记在脑子里 那这是我们必须会写的字 来 读一读吧 怒怒怒怒 吼吼吼 吱吱吱 吱吱 吱吱 餐餐餐 滑滑滑 赏赏赏 辣辣辣 渗渗 蒸蒸蒸 去掉拼音你还能读准确吗 小语来读 第一行 怒怒怒 吼吼吼吱吱吱 是是是 擦擦擦 好 涛涛来读第二行 滑滑滑 赏赏赏赏 辣辣辣 渗渗渗 蒸蒸蒸 好的 还有五个呢 我们带着拼音先来读 读 翻翻翻 买买买 刷刷刷 蹭蹭 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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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掉拼音你还能读准吗 小波 翻翻翻 买买买 刷刷刷 蹭蹭 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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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读得特别正确 那现在我们给生字归类 看谁的脑子反应最快 分为两大类 左右结构和上下结构 怒 上下结构 喉 左右结构 支 左右结构 赤 左右结构 参 上下结构 滑 左右结构 赏 左右结构 辣 左右结构 肾 左右结构 蒸 左右结构 翻 上下结构 埋 左右结构 刷 左右结构 侧 左右结构 响 左右结构 哦 这些字的结构 我们都分得非常清楚 那现在看这么多的生字 我们利用什么样的十字方法 最能牢牢的记住它们呢 我们看可以用加一加的方法 记住吼和赏 同学们我们来看一看 狮子张大了嘴巴 这在干什么 狮吼 看这是口字旁 加上一个孔 就是今天我们学习的吼 可以给它主词吗 你来说 吼叫失吼 吼叫失吼 再看这个赏 是一个日子旁 加一个向上的向 这就是我们今天学的赏 上午是一大赏 下午又是一大赏 再看字迷十字 看这个字迷十字多简单呢 这个树枝的枝 枝房的枝 一月七日 看一看 一月七日 在这里但是我们写的时候 能不能把它写成七呢 不可以啊 我们记准了 这是纸 这是脂 脂肪的脂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一些 不太好写的字 容易写错的字 比如说滑 我们一定要记清楚 中间它上面有一个点 不要少了一笔 我们可以给它组词 滑船滑水 看这就是在滑船滑水 造个句子 我们每个周末都到虎上滑船 嗯 再看看蜡 孩子们 这个蜡的这一笔 点横点撇横横 这笔是什么呢 撇 对了 注意这一笔是撇 孩子们可以给蜡来组词 辣椒新辣 看一看这个辣椒 弯弯的 像不像这里的一笔呀 这样我们就不再会写错它了 现在我们来玩一个 一起来捡松枝球的十字小游戏 你捡到它以后 它就变大了啊 看谁能读准确 第一个 虎 看到了吗 再来 怒吼怒吼 蒸扎蒸扎 一番一番 松枝松枝 渗出渗出 很快很快 嗡嗡嗡嗡嗡 嗯 这些松枝球 我们都可以把它 捡到自己的口袋里去 现在我们来看看 我会写的这十五个生字 你能不能都给它 组出一个词语来 好 瑞宜开始 怒 翻读 怒火 吼 虱吼 大吼 吼叫 支 松枝 脂肪 脂肪 是 擦拭 嗯可以 餐 美餐 好 请坐 杨阳 杨阳 弄清楚 现在同学们 拿出我们的写字本 在本上快速的一字 写一个就可以 注意你的握笔姿势和写字姿势 伸坐直 脚放平 笔握一寸 胸离一拳 眼离一尺 小辈一定要挺直 我们小鱼写得又对又快又好 然后就快速的开始进入疏空状态 写完以后本字收起来 放在左上角 我们都写完了 我们写完了称字 我们再来看一看 本文当中出现的一些词语的意思 什么叫挣扎呢 就是 竭力支撑或摆脱 文中指 蜘蛛和苍蝇被淹没在松枝里 无法摆脱 他没法摆脱的时候 他就努力的想去摆脱 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就叫 挣扎 我们用挣扎来说一个句子 暴风雨中 想好拼命的挣扎 那什么叫澎湃呢 行动波浪猛烈的 发出巨大声响的撞击 好 对 文中指什么呢 文中指波涛汹涌 袭准了海里的泥沙 好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幅图啊 就是澎湃的江水 河水 海水的样子 造一个句子吧 汹涌澎湃的金沙江 像一条洋摇摆 飞腾的金龙 真不错 那现在同学们 让我们快速的来默读课文 读完以后 你有哪些质疑呢 你能自己试着去解决吗 就是说 我们在读文当中 要学会发现问题 并且自己试着去解决问题 这个也是本单元的训练重点 好 开始 看谁能最先提出问题 嗯 我感觉很快就集着去解决问题 我感觉很快就会被解决了 我感觉很快就会被解决了 你 我感觉很快就会被解决了 我感觉很快就会给大家看一下 好 我们都说会提问题的孩子啊 是最会学习的孩子 能解答提出问题的孩子 是最会思考的人 好你来提出什么问题 这块琥珀是怎么形成的 哦这块琥珀是怎么形成的 你来说 文章前面有一个故事开头 这样一个故事开头的好处是什么 嗯 你说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样可以吸引读者 你如果一开头就来讲一些厚实的道理 会觉得一点枯燥无趣 哦这样是很有趣的 吸引人你来说 文章最后一个字案段说 因为他们的腿四周 写出好几圈黑色圆环 为什么进入 为什么一些昆虫 到琥珀里头之后 睁着一番腿上会有黑环 哦 这是在琥珀形成前 滑动的形成的黑环 还是刚开始被松枝包裹起来的时候的 挣扎形成的圆环呢 你知道吗 通过读文 好没问题 待会我们再解决 好还有问题吗 还有问题吗 那好现在看看老师提出的问题 读一读 这块琥珀形成的 这块琥珀是由什么形成的 通过琥珀能推测出什么 注意哦 这个是什么 推测 好我们再来读读这个问题 通过琥珀能推测出什么 为什么说 为什么说从那块琥珀我们可以推测发生在几万年前的故事呢 详细情形 对了 我说了 在这单元的学习当中 我们要试着去提出问题 而且还要学会试着去解决问题 那现在让我们快速的再来读读课文 整理一下我们的思路 在几万年前的时候 松枝低下的 松枝包裹住了什么 芳活住的基础和肯定形成了什么 松枝球 在几万年后 松枝球变成了化石 也就成了我们说的 琥珀 那几万年前形成松枝球的地点 发生在什么地方呢 哪里 一棵树上 松树上 也就在一个树林里的松树上 里边的主角都是谁呢 苍蝇和蜘蛛 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 蜘蛛要吃苍蝇 松枝低落 包裹了两只小虫 真不错 那看看几万年以后 松枝球变成了 虎蝇 不着急 先编成了化石 化石就是虎蝇 对 被谁捡到了呢 鱼敏的儿子 虎蝇的特点和科学价值 是在课文的最后一个自然段 告诉了我们 并且在文章过程当中 写出了虎蝇的特点 那好 这就是整篇课文的思路 那这块虎蝇 奇异在哪些地方 我们下节课呀 一起再来学习 不过我们还要完成一个 小小的练习题 第一 看拼音 写词语 我们来读一读这些拼音 看看你知道这些词语 怎么写吗 读 虎蝇 虎蝇 看一看跟你心目当中的词语 是不是写的一样的 好 快速的读一遍 虎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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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第二题 按意思写词语 一 竭力支撑或摆脱 你觉得是什么词 大家一起说 真不错 多止液体向外流出来 渗出 再说一遍 渗出 好的 形容波浪猛烈的发出巨大声响的撞击 澎湃 真不错 我们把这三个词语再来读一读 预备 起 蒸甲 蒸甲 渗出 渗出 澎湃 澎湃 我们来看第三题 说一说文中的琥珀有什么特点 我们不仅可以通过观察图画来说它的特点 还可以根据文章的内容来说出琥珀的特点 快速的 你要是看图说 你能说出什么特点呢 你来说 琥珀是金黄的 并且是透明的 金黄色的并且透明 你来说 里面有一个蜘蛛和一只小苍蝇 里面有一个蜘蛛和一只小苍蝇 还有没有呢 你来说呀 琥珀很稀有 并且很少见 哦 这个东西呀 非常稀有 非常少见 尤其是里面有两只小动物 这样的琥珀 对不对 你来说 小动物脚旁边有一圈黑环 哦 小动物的脚旁边有一圈圈的黑环 这是我们观察到的 也是我们从文中读到的 你们真是会学习的孩子 那来看看 答案 是透明的 里面有蜘蛛和苍蝇的 而且还有几圈黑色的圆环的黄色的透明的琥珀 好了孩子们 这节课呀 我们先上到这儿 下课 起立 老师 再见 同学们再见 请坐